你看看這題目 班上50位同學中 男生30位 女生20位 導師要抽5位同學 出勤公差 類性別人數比例 做分成抽樣 則班上男同學自明 被抽中的機率為何 那麼首先 這男生女生 這人數的比例是30 比20 那麼這等於3比2 所以導師要抽5位同學出勤 那麼男生要 佔5乘以 這是3加2 分之3 這麼多人 那麼這是等於5乘以5分之3 所以呢代表 男生要抽出 3人 那麼男生是30位 所以每一位 被抽中的機率 都是30分之3 所以呢 這機率就是10分之1 這個答案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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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